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姐姐难产离世后,我背弃父母,执意嫁给瘸子姐夫,一年后孩子满月宴上,她喝醉酒,不小心说出姐姐当年死亡真相。 我这样做,让她生不如死,姐姐整夜未归,终于在草地被寻回。 她躺在出路的晨光中,衣物破损,伤痕交错。 此后不久,村里的瘸子向姐姐求婚,誓言不介意她的过去。 她说,她会使她的依靠,守护她余生。 我们心有不甘,盼望姐姐永远留在我们身旁。 但她决意要跟随瘸子,称她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 两年后,姐姐因男产离世,那个夜晚,家中充满了哀痛。 瘸子身陷绝望,试图随她而去,却意外受伤被救。 姐姐生死未卜,父母因此而一夜白头。 命运如此捉弄,而我,最终竟成了瘸子的妻子。 嫁给瘸子的那天,父母的哀伤无法掩饰。 他们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亲友们的困惑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丹霞,你是个有学问的姑娘,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男人? 他们不解地问,没有人能理解我,除了我自己。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查清姐姐的真正死因。 姐姐的生命如花朵般绽放,却在那个晚上突然凋零。 难产? 这怎么可能? 我始终无法接受这个解释。 所有人都为她的离世感到惋惜,但只有我,只有我觉得这背后必有蹊跷。 新婚之夜,瘸子背对着我,手中紧抱着姐姐曾经的被子。 丹霞,你这是何苦呢? 她低声说,语气中满是无奈和不解。 我轻轻还住她的腰,将脸贴在她的背上,轻声说,姐姐说过,你是个好男人,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夜深了,瘸子的身体开始变得燥热。 我们度过了一个属于新婚之夜的雨水之欢,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村民们对瘸子的羡慕之情一于言表。 瘸子真是好福气啊,先娶了美若天仙的姐姐,现在又得到了大学生的妹妹。 他们议论纷纷,瘸子的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干活也更有劲了。 她把家里的经济大权交给了我,感激地说,媳妇,你真是给俺长脸了。 我笑着回应,难道姐姐没给你长过脸吗? 她可是村里的大美女呢? 瘸子黯然神伤,难难自语,是我对你解不住。 那碗她难产,我却无能为力。 言罢,她转身匆匆离去,仿佛在我身边多留一刻,都会因为无法控制的悲伤而被我瞧见。 在瘸子家,我勤勉持家,无论是家务所适,还是饲养牲畜,我都一手包办。 村民们对我赞不绝口,称赞我是村里最为勤快的女子。 瘸子真是好福气,娶了个这么年轻能干的女大学生。 瘸子可真是让人羡慕,她的老婆就像西施卖豆腐那般吸引人。 尽管我们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我们的婚姻生活却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瘸子对我宠爱有加,一次酒后,他在我耳边滴雨。 老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和你姐有一个孩子。 你愿意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我依偎在他怀里,柔声问道,那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呢? 他深情地看着我,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会疼爱有加。 好的,那我们就努力要个孩子吧。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 于是,瘸子陪我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适合要孩子。 真是奇怪,明明身体都没问题,怎么就是怀不上呢? 瘸子疑惑地问道,我叹息道,可能是我最近吃得不好,休息也不足。 心情也比较压抑,所以影响了怀孕。 老公,我们该怎么办呢? 瘸子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别担心,从今天开始,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管吃好喝好,好好放松自己。 家里的活我一个人就能干完,为了要个孩子,我们都在努力着。 我每天在家里休息,吃着瘸子为我准备的各种补品,偶尔还会回娘家看看。 看到我爸妈因为失去姐姐而迅速衰老,又因为我嫁给瘸子而满脸担忧,我心里五味杂陈。 不过他们还是很爱我,看到瘸子如此疼爱我,他们也感到些许欣慰。 当初我们怎么劝你都不听,非要嫁给瘸子,不过现在看来,他对你确实不错。 爸爸感叹道,我却有些烦躁,可是结婚都这么久了,我还是没能怀上孩子。 爸妈,你们说,我是不是身体真的有问题啊? 爸妈沉默片刻,爸爸开口道,别急,我们当年也是结婚两年才有了你姐,只是他们的眼中又流露出了深深的哀愁,为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女儿感到惋惜。 想起姐姐,我心中便充满感激与愧疚。 若非她当初毅然辍学去工作,全力支持我上大学,我又怎会成为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呢? 姐姐离世带来的痛苦,不仅让爸妈深受打击,也令我悲痛欲绝。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姐姐的存活。 关于我生育困难的传言,在村里不静而走。 原本和谐美满的家庭因此出现了裂痕,外界的嘲笑与讽刺也接踵而至。 哈哈哈哈,看来瘸子娶了个生不出孩子的老婆呀,真是好笑。 瘸子能让姐姐怀孕,却对妹妹束手无策,看来她也不怎么样嘛。 瘸子,要不我来帮帮你,你行不行啊? 在这些冷嘲热讽中,一向温和的瘸子也变得暴躁易怒,整日阴沉着脸,甚至开始回避我的亲近。 陈丹霞,你怎么就怀不上孩子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我很丢脸。 她怒气冲冲地质问我,我紧张地搅着双手,步步后退,怯生生地看着她。 可是姐姐也是进门后好久才怀上的呀,我才过半年,再给我点时间好吗? 瘸子沉吟片刻,挥了挥手,好吧,希望你的身体能像你姐姐那样,尽快怀孕,别再让我受人嘲笑。 我盲不迭地答应,一定会让她如愿以偿。 终于,在大半年后,我怀上了孩子。 瘸子拿着我的检查报告,欣喜若狂,恨不能向全村人炫耀,让那些曾经嘲笑她的人看看。 她虽然表现得非常开心,但那种开心似乎并不真实。 而我也隐约感觉到,她的喜悦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 但我知道,只要我能揭开这层迷雾,就一定能了解姐姐去世的真相。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背后定有蹊跷。 怀孕后,瘸子对我更是呵护被制。 她不仅悉心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外出时也总是小心翼翼地护着我。 她对我的父母也极为敬重和孝顺,堪称模范丈夫。 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高烧不退甚至陷入了昏迷。 瘸子二话不说,背起我妈妈就走,硬是走了三公里的山路, 即使她的腿都瘸得站不稳了,也坚持把我妈妈背到了县城的医院,并为我们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 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言辞恳切,老婆,咱妈这一辈子太辛苦了, 现在应该让她想享福了。 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会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孝顺他们。 瘸子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我爸妈,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 我也被她的话所触动,也许姐姐的事情真的与她无关。 爸爸紧紧握住瘸子的手,用力地拍了拍她的手背, 好孩子,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儿子了。 村里正在搞拆迁,我们打算把老房子拆了,住进新房子里。 新房子设施齐全,生活起来会方便很多。 我们一家人,以后就要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了。 瘸子听后,激动地泪流满面, 谢谢爸爸,能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是我这辈子的福气。 我一定会为你们养老送终的。 爸妈一直担心,我和姐姐都是女儿,将来无人养老。 现在瘸子承诺会为他们养老,这让他们倍感欣慰。 于是,爸妈连夜赶回老家,配合村子进行拆迁。 很快,我们就分到了一套新房。 瘸子和我一起搬进了新房。 家里现在有了两个男人,劳动力也增加了。 我和妈妈负责家务,而爸爸和瘸子则在外面做些灵工和农活。 邻居们都羡慕地说,瘸子现在真是过上了好日子啊, 老婆孩子热炕头,真是让人羡慕。 然而,好景不长。 爸爸在一次干农活时,不小心闪了腰,只能卧床休息。 我注意到,在爸爸受伤的时候,瘸子的脸上竟然闪过一丝微笑。 但当我再次看向他时,他的脸上又不满了忧伤。 难道是我看错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到了预产期。 但奇怪的是,肚子里的孩子似乎并不着急出来。 妈妈在饭桌上无意中说,听人说,早产的孩子大多是男孩, 而晚产的孩子则可能是女孩。 瘸子听后立刻反驳道, 不可能吧,我找人看过丹霞的肚子形状,都说是儿子。 肚脐炎也是吐出来的,肯定不会是女儿。 我有些不满地说,你之前不是说,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喜欢吗? 怎么现在反应这么大? 瘸子挠挠头,叹息道, 哎,是我说错了。 其实,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一样好。 但如果是个儿子,我会更高兴一些。 我没心思去分析瘸子的反应, 因为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发动了。 在接生婆的帮助下, 我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八斤重的胖小子。 当儿子出生的那一刻, 我惊讶地发现瘸子的腿似乎也不那么瘸了。 他欣喜若狂地抱着儿子, 不断地在儿子脸上亲吻, 激动地泪流满面, 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这一喜讯。 我终于有儿子了, 我真的有儿子了。 他朝着天空大喊, 声音充满了感激与兴奋。 他抱着儿子在门口跪下, 激动地砰砰砰磕头, 仿佛要将这份喜悦 与整个世界分享。 自从儿子出生后, 瘸子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儿子的生活中, 无论是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 还是陪伴儿子玩耍, 他都亲力亲为, 无微不至。 我妈妈也感叹道, 这个男人有了儿子, 就像获得了新生一样。 儿子出生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瘸子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 想要与他们分享这份喜悦。 那个晚上, 他喝了很多酒, 比结婚那天喝得还要多。 他大声地笑着, 得意地说, 哈哈哈哈, 我现在有儿子了, 你们知道吗? 是一个女大学生给我生的。 接着, 他开始胡言乱语, 说起了以前的事情。 当初, 他姐姐生的是个女儿, 我就使劲把孩子往他肚子里塞, 结果把姐姐给塞死了, 孩子却没塞进去。 大家都以为姐姐是男产死的, 没想到妹妹也嫁给了我。 哈哈哈哈哈哈。 他继续疯狂地笑着, 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他的朋友们都默不作声, 只有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当初在草地里, 姐姐叫得可大声了, 还咬了我一口。 可是他最后还是跟着我了, 跟着我之后还想找我报仇, 可是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他也不想把娘家牵扯进来。 女人啊, 就是胆小怕事。 他酒后失言, 把自己拼命保护的秘密都说了出来。 而我却因为带孩子而浅眠, 被他的话惊醒。 我听到这些话, 浑身像被火灼烧一样难受。 原来姐姐的死真的是他造成的。 那么坚强的一个人, 怎么会遭遇这样的厄运呢? 自从嫁给瘸子后, 我一直在寻找姐姐的线索, 但是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得干干净净。 我决定走姐姐走过的路, 去寻找真相。 我总觉得姐姐的灵魂在引领着我, 让我怀孕并引出瘸子背后的秘密。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姐姐的死因和瘸子的罪行。 如果不是他酒后吐真言, 我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我本来已经找不到姐姐的死亡线索了, 加上瘸子曾经带我妈妈去医院看病的行为, 让我有些动摇。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但是现在我终于确定了, 仇人就是这个死瘸子。 我恨他, 我恨死他了。 半夜里, 孩子哭了起来, 瘸子不想动弹就踢了我一脚说, 起来给孩子喂奶。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掐了孩子一下, 因为这个孩子伴随着罪孽出生, 也是我报复瘸子的工具。 孩子响亮的哭声惊醒了瘸子, 他急忙起身查看。 快点去哭哭哭孩子, 你要是不管, 我就叫爸妈来帮忙了。 你应该不想让老人家操心吧? 他精准地捏住了我的软肋, 我只得站起来, 去安抚哭闹的孩子。 然而, 自从撕破了脸, 加上我爸爸腰部受伤行动不便, 瘸子得到儿子和房子之后, 他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这个笨女人, 怎么让孩子哭成这样? 作为母亲,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吗? 以后, 我儿子要是饿了, 或者拉了你没及时清理, 你就别想吃这个家里的饭。 你爸妈的命都在我手里, 你妈那个窝囊费, 你爸又动不了, 你还有个儿子要养, 我看你怎么反抗我。 瘸子的言语变得恶毒而又猙獰, 对我们一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情。 一天晚上, 我妈妈给我夹了块鸡腿, 但瘸子却猛地将整桌的饭菜都扫到了地上。 吃什么鸡腿? 你们这些老东西配吃吗? 吃我的喝我的, 还想让我养着你们? 你们都是一群废物吗? 我妈妈被吓得躲到了墙角, 瑟瑟发抖。 她只是一个善良而懦弱的老实人, 面对这个如魔鬼般的残疾人,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她终日惶恐不安。 但想, 我们该怎么办呢? 能找谁来帮我们呢? 你爸爸现在动都动不了,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喜欢看热闹, 我们还能找谁呀? 我淡淡地说道, 现在无人能帮我们了。 而且这里偏远, 就算我们做些什么事, 别人也很难发现。 我妈妈惊恐地问道, 你想做什么? 我刚从床底下拿出一包老鼠药, 但我又停下了。 如果我想复仇的话, 必须要让瘸子痛苦地活着。 老鼠药会让它死得太痛快, 反而达不到我复仇的目的。 这也是我当初决定 嫁给瘸子的原因之一。 只有先了解了我姐姐的死因, 我才能慢慢地折磨瘸子。 如果不嫁给它, 我最多只能简单地复仇, 让它死得痛快。 但嫁给它之后, 我就能让它生不如死, 像凌迟一样慢慢地处死它。 妈, 我什么都没做。 我们现在要好好过日子, 以后我们全心全意地生活。 你照顾好爸爸就行了。 我不敢告诉妈妈, 姐姐的死可能和瘸子有关, 我怕她会冲动地去和瘸子拼命, 最后伤害到自己。 同时我也不敢报警, 因为我不想让瘸子在监狱里 过得太舒服。 像他那样的人, 必须受尽折磨, 在绝望中慢慢地死去。 于是我选择继续伪装成一个顺从的妻子。 老公, 对不起, 以前我确实有些疏忽, 没把孩子照顾好。 但以后我会更加用心地, 一定会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瘸子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我的脸, 眼中闪过一丝满意。 嗯, 很好, 就这样继续好好服侍我吧。 我柔顺地依偎在她身旁, 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柔。 她满足之后, 拉着我的绣发, 让我与她四目相对。 陈丹霞, 你给我记清楚, 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家, 我说了算。 以后我不想再辛苦干活了, 你让你妈去忙, 你来照顾儿子。 至于你爸, 他难道就打算这样闲着吃白饭吗? 我慌忙恳求, 可是我爸爸的腰不好, 他真的没法干中活。 话音未落, 瘸子猛地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我感觉有颗牙齿都松动了。 陈丹霞, 你们全家都靠我养活, 现在就想什么都不付出。 我吓得立刻跪在地上, 我明白了, 我会向村里的女人们学习, 以后你就在家休息, 所有的活我来干。 瘸子这才满意地打起呼噜, 沉沉睡去。 第二天, 我安排我爸爸在家里喂养家亲家畜, 而我妈妈则跟我一起上山劳作。 我把孩子随意放在地上, 妈妈见状急忙跑过去抱起他, 责备地对我说, 这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妈, 别管他, 让他在地上哭话。 我们得赶紧在地里挖坑。 我妈妈虽然不解我的用意, 但她还是很听我的话, 按照我的指示在地里挖了起来。 白天, 我们一边劳作一边挖坑, 到了晚上, 就回家给瘸子做饭。 几天后, 瘸子竟然当着我们的面, 一脚把我爸爸踹倒在地。 我妈妈惊叫起来, 赶紧跑过去扶他。 我爸爸疼得直咧嘴, 却敢怒不敢言。 瘸子嚣张地指着我爸爸说, 老东西, 整天待在家里, 看着就烦人, 你怎么还不去死? 我爸爸只是暂时不能劳动, 他就如此发火。 为了平息瘸子的怒火, 我赶紧抱住他, 柔声说, 老公, 别生气。 我和妈妈会多干点活, 我向你发誓, 等我调理好身体, 再给你生个儿子。 以后两个儿子, 一个上清华, 一个上北大。 我是大学生, 肯定能教育好孩子, 让你享福。 瘸子听了非常满意, 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在我爸妈面前, 他对我亲密无比。 我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后, 瘸子用他那只完好的脚, 一脚将我踹开。 怎么? 你还想拒绝我? 说完, 他抄起一根棍子, 就想往我身上招呼。 就在这时, 孩子突然大哭起来。 瘸子立刻喊道, 还不快去哄我儿子。 我急忙抱起儿子, 熟练地聊起衣服, 给他喂奶。 儿子吃饱后, 瘸子将他抱在怀里, 轻易地叫着, 儿子, 小祖宗, 你要快点长大, 成为有出息的人, 可别学你爹我这样。 那孩子发出欢快的笑声, 显然很喜欢和瘸子在一起。 每当我抱他时, 他总是哭闹不休, 但瘸子一抱, 他就笑得合不拢嘴, 仿佛在与瘸子进行着某种默契的交流。 因此, 瘸子常常嘲笑我不会带孩子, 说孩子在我手上总是哭个不停。 这孩子真是聪明伶俐, 小小年纪就知道对瘸子撒娇卖怪了。 我默不作声, 心里却在暗暗计划着什么。 为了换取几天的平静, 我选择了忍让和妥协。 这几天里, 瘸子没有再为难我爸爸, 而我和妈妈也趁机在山上挖好了一个坑。 我在坑里巧妙地布置了尖锐的木桩, 设下了一个陷阱。 妈妈看到这一幕, 惊慌失措地问我, 女儿,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冷笑着回答, 妈妈, 别担心, 我们只是在捕猎而已。 不会有事的, 坑已经挖好了, 接下来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于是我和妈妈在山上四处寻找, 终于捉到了几只兔子, 并将它们放入了陷阱中。 然后, 我急忙跑回家告诉瘸子, 老公, 快跟我上山, 我抓到了好几只兔子, 我们一起去拿, 回来我给你做兔子肉吃, 再喝点小酒。 瘸子一听有好吃的, 立马兴奋地跟着我往山上跑去。 当我们走到那个坑边时, 我趁瘸子不注意, 猛地一脚将它踹了下去。 尖锐的木桩刺得它惨叫连连, 这声音对我来说却如同美妙的音乐。 我没有多跟它说什么废话, 而是迅速回到家里杀了一只鸡来庆祝。 晚上我们三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后, 便早早睡下了。 爸爸妈妈什么都没问, 只是一直在吃鸡肉。 孩子在摇篮里哼哼唧唧地哭闹着, 我觉得厌烦便把他放到了墙角外边去。 爸爸妈妈也没说什么, 任由我这样做。 这个晚上我们三个人都睡得很好, 而孩子在外面像只小猫一样, 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 我妈妈有些看不下去, 想要给孩子喂点奶粉, 但是她并不爱喝, 反而更喜欢吃我的奶水。 她不吃就让她饿着好了, 要是饿死了她肯定会吃的。 反正以后我是不会喂她的。 我冷漠地说道, 因为这孩子长得太像瘸子了, 每次抱着她就像抱着瘸子一样, 让我觉得恶心, 所以我现在连看都不想多看她一眼。 我妈妈惊讶地说, 可是孩子还那么小, 她毕竟是无辜的呀。 虽然她口头上这样说, 但是她的眼神里 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悲伤和同情, 看来她对这个孩子 也并没有什么好感可言。 我突然问道, 但是姐姐的事情和瘸子脱不了干系, 妈妈你还觉得这个孩子无辜吗? 我妈毫不犹豫地回应, 她当然不无辜。 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就与罪恶紧密相连, 我们无法对他产生同情。 每次看到她, 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突然, 村里有人大声呼喊, 瘸子掉进坑里了, 受伤了, 你们得赶紧找人去救她呀。 放心, 她死不了, 我冷冷地说, 最多就是在床上躺一段时间。 我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回应道, 我们这就去救人, 别急。 很快, 我们召集了几个男人, 将瘸子从坑里抬了出来。 他的另一条好腿被锐物刺伤, 鲜血直流。 曾经嚣张跋扈的瘸子, 现在像条死狗一样, 躺在我面前。 他怒吼道, 你们三个还愣着干什么? 快给老子处理伤口。 我立刻点头硬答, 好的, 老公, 我这就去烧水, 你烧等。 我们三个交换了一个眼神, 彼此心照不宣。 爸爸妈妈现在已经对瘸子恨之入骨, 他们自然会帮我好好招待他。 我烧了开水, 然后在里面撒了一整袋盐, 这才进去给瘸子处理伤口。 哎呀, 这水里到底有什么? 你这贱人, 是不是想害死老子? 瘸子疼得发出惨叫。 我柔声细语地安慰他, 你忍一忍, 我这是在给你处理伤口。 伤口处理不好, 你以后还怎么走路呢? 这时, 家里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 他们自然不知道我用的是盐水, 还以为瘸子太娇气。 我继续为他处理伤口, 瘸子的嚎叫声更大了, 几乎要喊破喉咙。 这瘸子的忍耐力也太差了吧, 就处理一下伤口就受不了, 你看他老婆多体贴啊。 他真是没福气, 太矫情了。 一个大男人, 啊啊啊的叫个不停, 换做是我, 直接就把他打晕再处理, 真是烦人。 我伤心地对周围的人说, 你们就别再说瘸子了, 他毕竟是我男人。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说完, 我轻轻地给瘸子上药, 那药膏里, 我妈妈特意加了酒精。 盐水加上酒精, 确实是很好的消毒剂, 但一般人真的很难承受这种痛苦。 在旁人看来, 都觉得是瘸子太大惊小怪了。 瘸子先是被盐水疼得够呛, 接着又被酒精药膏刺激地直哆嗦。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瘸子已经疼得满头大汗, 他虚弱地问, 你到底给我抹了什么药? 我怎么闻到一股酒味? 我一边帮他咽好背脚, 一边回答, 老公, 这药里当然有酒精了。 我肯定会尽心尽力帮你处理伤口的, 越疼效果越好。 瘸子气得大吼一声, 你这贱人, 你是不是想找死? 他愤怒地抬手想要伤我, 但我敏捷地避开了。 我冷冷地对瘸子说, 老公, 别着急, 一夜夫妻百夜恩, 我会精心照料你, 让你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 你的伤口会好了又烂, 烂了又好, 在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下, 你至少还能活上三年。 瘸子此刻才真正感到了恐慌。 他躺在床上, 无数次试图挣扎起身, 但都是徒劳。 就连我爸都能轻易地用一拐杖将他击倒。 我们三个将他团团围住, 让他无处可逃, 无路可选。 瘸子, 你放心, 安心在床上躺着。 我会替你照顾好你的儿子, 你唯一的儿子。 他在我手里, 如果你敢找人来对付我, 我就让你断子绝孙。 为了表达我对那孩子的厌恶, 我狠狠地掐了他一下。 孩子立刻大哭起来, 声音撕心裂肺。 然后, 我把孩子扔给瘸子, 让他自己去抱。 反正, 他下半身动不了, 但胳膊还有力气, 可以自己带孩子。 瘸子惊恶地说, 可孩子也是你生的, 你是孩子的妈妈。 我厌烦地一巴掌扇过去, 废话, 孩子还是你的女儿, 可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女儿? 在生产过程中, 看到我姐生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闷死她? 你害死了我姐, 然后说她难产, 你有没有想过虎毒不食子? 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姐? 我姐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一想到我姐, 那个充满阳光的女孩, 被这个畜生糟蹋, 我就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 所以, 你故意嫁给我是为了报仇? 为你姐报仇? 瘸子惊恐地问。 我愤怒地说, 是, 我姐的具体死因我不清楚, 我怀疑和你有关系, 所以我选择嫁给你。 刚开始你表现得还不错, 让我有些恍惚, 甚至有好几次, 我觉得你是个好男人。 爸妈把拆迁房给你, 我也没阻止。 我本以为这辈子会这样平淡过去, 但后来我知道了你的所作所为, 我才明白, 我的猜想没错, 你必须受到惩罚。 她毁了我姐的一生, 只配下地狱, 只配受尽折磨。 瘸子开始惊慌, 她害怕地说,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 或者让警察来抓我, 我去坐牢。 想得美, 还想过舒服日子, 你不配。 我鄙夷地说, 为了迷惑周围的人, 我们三个人每天轮流照顾瘸子。 自从瘸子受伤后, 我爸的腰竟然奇迹般得好了。 村里人都说, 老刘家真是善良, 瘸子出了事, 老刘就顶上。 陈丹霞不厌其烦地给瘸子做饭, 刘老太太还给瘸子晒被子, 打扫卫生, 这瘸子可真是享福啊。 村子里的人谁不羡慕瘸子, 觉得他真是好福气。 然而, 瘸子心里的苦, 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他的命脉被我们牢牢把控。 每当他对我稍有不满, 我就会狠狠地掐那孩子, 孩子一哭, 我就把他推向瘸子。 看着孩子腿上的瘀青和斑痕, 瘸子深知, 我冷漠地可怕, 说到做到。 陈丹霞, 这孩子也有你的份,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瘸子愤怒地质问。 我厌烦他的锅躁, 走上前去, 啪啪啪在瘸子脸上连扇了十个巴掌。 闭嘴, 要是你不想你儿子出什么事, 就给我乖乖躺在床上, 我暂时还不会让你死。 我狠狠地说, 瘸子默默地流泪, 尽若寒蝉。 自从瘸子受伤后, 我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 我们吃鸡肉, 而瘸子只能啃我们吃剩的鸡骨头。 当我们享用新鲜的菜苔时, 我妈会心有灵犀地, 给瘸子端上一盆掺了沙子的青草。 来, 吃点草, 老公。 这膳食纤维丰富, 对你的身体恢复有好处。 我讽刺地说, 瘸子看着那盆青草, 面露南色, 连连后退, 这草太苦了, 我实在吃不下。 确实很苦, 这种草在后山上到处都是, 连动物都不愿吃它, 长得非常茂盛, 只是一片荒芜中的杂草而已。 不吃是吗? 好, 那我亲手喂你吃。 我冷笑一声。 随后, 我让爸妈掰开瘸子的嘴, 强行把苦草一把一把地塞进她的嘴里。 吃啊, 老公, 来, 张嘴, 吃饭了, 吃下去你就会好起来的。 我故作温柔地说, 瘸子艰难地吞咽着, 痛苦无比。 看着她这样, 我也感到烦躁, 妈, 她不吃的话, 你就把草剁碎了, 我们灌下去。 我妈赶紧找来刀, 把苦草剁得细碎, 然后一边灌草, 一边给她灌水。 终于, 那盆草都被灌了下去, 我们三个都累得满头大汗, 而瘸子躺在床上, 生不如死。 到了半夜, 瘸子开始呕吐, 根本止不住, 还发起了高烧。 我慌忙拉着爸妈, 快去买药, 退烧药, 止歇药, 全都买回来。 一定要看好瘸子, 她还要长命百岁呢。 我可不想让瘸子就这么死了, 她绝对不能出事。 哎, 都怪我, 这次虐得太重了。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只为她吃半盆草好了。 我们大半夜的四处买药, 村子里的人看到我们如此慌张, 尤其是看到我几乎要急哭了。 我着急地说, 我老公上吐下蟹, 还发高烧, 可能是肠胃出问题了。 她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千万不能有事啊。 她要是有个三长梁短, 我也不想活了。 在村民面前, 我表现得就像是一个, 恨不得能代替瘸子受罪的模范妻子。 谁不再一句, 我陈丹霞真是仁慈宽厚。 我泪流满面, 身子颤抖, 需要旁人的扶持。 我们很快备齐了药品, 在众人的帮助下回到家里。 瘸子看到我的时候, 她失声痛哭。 我温柔地向她使了个眼色, 又看了看怀中的婴儿, 她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 老公, 别怕, 我是来给你找药治病的。 我轻声安慰她。 周围的邻居们,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看你媳妇多担心你, 都快急哭了。 瘸子, 你得听你媳妇的, 好好吃药, 才能快点好起来。 在众人的劝说下, 瘸子不敢出声, 只能乖乖地听从我的安排。 送走了热心的邻居们后, 我小心翼翼地吹凉开水, 为瘸子服下了药。 经过我七天的精心照料, 瘸子的病情终于好转了, 腿部的伤口也开始结痂, 她可以煮着拐杖慢慢行走了。 这时, 我让老妈准备了一大堆剁碎的辣椒, 逼着瘸子吃下去。 这次我把辣椒剁得更碎了, 你不是喜欢吃辣吗? 快吃吧, 不吃的话我就直接灌你了。 我冷冷地威胁道, 瘸子吓得浑身发抖, 恐惧地看着我。 老公, 别怕, 我又不是坏人。 来, 吃吧。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温柔一些。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废话, 直接给瘸子灌下了一大盆剁碎的辣椒, 这次为了让辣椒更好地发挥作用, 防止它呕吐, 我们还在辣椒里加了些盐。 老公啊, 这辣椒能让你的伤口一直无法愈合。 等你快好的时候呢, 我就再给你喂点辣椒, 这样你的伤口就会反复发作, 永远都好不了。 只有这样, 你才能为我死去的姐姐赎罪呢。 我轻声解释着,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村子里的风言风语逐渐多了起来。 尽管我对外表现出对瘸子的深切关心, 但暗地里的虐待却无法完全遮掩。 有些细心的村民开始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窃窃私语, 对我指指点点。 陈丹霞对瘸子那么好, 怎么瘸子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呢? 就是啊, 每次看到瘸子, 他都瘦得跟皮包股似的。 你们说, 陈丹霞会不会是在家里虐待瘸子啊? 这些议论传入我耳中, 我只是冷笑。 他们懂什么? 他们只看到了表面, 哪里知道我和瘸子之间的恩怨纠葛。 瘸子也开始意识到了村民们的怀疑, 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每当有村民来访, 他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 低头不语。 我知道他在害怕, 怕我说出真相, 但我并不急于揭露他的秘密。 我喜欢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 喜欢看他在我的掌控下瑟瑟发抖。 这一天, 我又准备了一盆新的特制食物给瘸子。 这次是加了料的稀饭, 里面混合了我特意找来的野草。 这种野草无毒, 但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幻觉。 我想看看瘸子在幻觉中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端着稀饭走进房间, 瘸子看到我的到来, 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我微笑着把稀饭放在他面前, 轻声说, 老公, 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你煮的稀饭, 你尝尝。 瘸子看着我, 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接过稀饭, 开始吃了起来。 我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吃下稀饭, 心中充满了期待。 不久, 瘸子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起来。 他开始胡言乱语, 手舞足蹈。 我看着他的丑态, 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就是你想要的自由吗?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代价。 我的笑声惊动了外面的村民。 他们纷纷跑进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们看到瘸子的样子时, 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陈丹霞, 你对瘸子做了什么? 一个村民大声质问我。 我收起笑容, 冷冷地说, 我什么都没做。 他只是吃了点稀饭, 就这样了。 稀饭里有什么? 另一个村民问, 就是普通的稀饭啊。 我回答得理直气壮。 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但他们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来证明我虐待了瘸子。 最后, 他们只能无奈地离开。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这些愚蠢的村民, 他们怎么可能斗得过我? 瘸子逐渐恢复了神志, 他看着我, 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解。 我没有理会他, 转身走出了房间。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更加变本加厉地虐待瘸子。 我不仅在他的食物里加料, 还经常用鞭子抽打他。 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痕, 但他却从未反抗过。 我知道, 他已经彻底被我驯服了。 他不再是那个曾经背叛我的男人, 而是一个任我摆布的奴隶。 然而, 好景不长。 有一天, 一个陌生的男人闯入了我们的村子。 他自称是瘸子的远房亲戚, 听说了瘸子的事情后, 特意赶来看看。 这个男人身材高大魁梧, 面容冷峻。 他看着我时, 眼神锐利如刀, 让我感到有些心虚。 你就是陈丹霞? 他冷冷地问我。 是, 是的。 我有些紧张地回答。 我听说, 你对瘸子很不好, 经常虐待他。 男人的语气充满了质问。 你胡说, 我怎么可能虐待自己的丈夫呢? 我强装镇定地反驳道。 男人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他的眼神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仿佛能看穿我的一切谎言和伪装。 突然, 他猛地冲过来, 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感到一阵剧痛传来, 忍不住尖叫起来。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大声喊道。 你应该庆幸现在法治社会, 不然我会直接杀了你。 男人恶狠狠地说道。 然后猛地推开了我, 大步走向瘸子的房间。 我听到房间里传来了瘸子的惊呼声和男人的怒吼声。 过了一会儿, 男人带着瘸子走出了房间。 瘸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而男人则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离开了村子。 我知道, 我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那个男人是瘸子的救赎者, 也是我罪行的终结者。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瘸子, 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村子里的人们也逐渐忘记了我曾经的罪行和那段黑暗的过去。 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时, 心中总是充满了悔恨和恐惧。 我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多年后的一天, 我无意间听到了一些关于瘸子的消息。 据说他离开了这个村子后, 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并且能够正常行走和工作了。 听到这些消息时, 我心中五味杂陈, 但更多的还是欣慰和祝福, 希望他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而我自己也在这个村子里默默地度过了余生, 没有再嫁, 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这里充满了我的回忆, 有美好, 也有悔恨。 我时常会想起那个男人, 那个曾经救赎了瘸子, 也救赎了我的男人, 虽然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我会永远感激她。 现在, 我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太婆了, 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 那段黑暗的过去, 和那些无法忘怀的人和事, 他们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宽容, 往事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